如果你从中国道路观光客拼出团的这种消费大手笔 然后来看中国的经济那会非常的失准 因为要观察的是中国消费的火车头房地产 现在情况非常的糟糕 中国的房地产龙头企业之一碧桂园 上个星期传出了美元债券跳票 星期一他宣布了人民币债券暂停交易 因为他涉及总额换算新台币700多亿元 没有办法如期的在市场上面交流兑现 而碧桂园这个集团他的港股股价因此重挫幅度超过一成 此外有央气背景的一个叫远洋集团 他出现了债务违约 而央气持股的中融信托也暂停兑付 他暂停兑付的信托产品总值换算台币已经破照 中国道路的经济学者大声疾呼 希望北京当局插手介入 不然这个风暴会越扩越大 但是目前市场上弥漫的悲观情绪 一场中国版的雷曼风暴 眼看已经揭开序幕 上周才刚传出美元债券债息跳票的 中国大陆地产龙头之一碧桂园集团 债务危机持续扩大 如今连人民币债券周一期都宣告停牌 碧桂园集团宣布其下公司一批内地发行 总额近160亿人民币的债券 在交易所暂停买卖 碧桂园在上周六晚间发出的公告中 强调是为了与债权人商讨债务重组才会停牌 但对于恢复交易的时间表却没有任何说明 碧桂园拥有和您一样的希望 这个月二号碧桂园才刚高调庆祝连续第七年 登上美国财富杂志全球五百强企业 却在短短一周后先发出今年上半年 可能大幅亏损五百五十亿元人民币 大约两千四百二十亿元台币的获利预警 随后就宣告债券停牌 债券停牌好像股票停牌一处理着 如果不停牌的话市场有很多的存测 它的债券只能够被人抛售 碧桂园不是近期唯一出现债务危机的地产商 具有央企背景的房地产企业远洋集团 上个月已经坦诚出现阶段性流动不足的 周转不灵迹象 如今更因为无法在最后宽限期前 偿付两千零九十四万美元的利息 正式宣告债务违约 相关债券周一起在港股停牌 而房地产连环报所产生的股牌效应 连拥有国家资产作为支撑的央企也撑不住 中农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是央企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子公司 长期以房地产业务为投资重点的中农信托 近日传出高达三千五百亿人民币 大约1.50兆元台币的信托产品 暂停兑付 已经有至少三家上市公司发出公开讯息 正式采雷 购买的中农信托商品到期之后 本金与收益都还拿不回来 我们是受中农的警察的项目的影响 主流媒体上没有任何关于中农注的量子报 这个项目是有运动规定的 四大堂堂论你们同学高同都知道 不得转发评论 中国大陆房地产市场重振乏力 甚至每况愈下 这一点从大陆七月的百大建商新屋销售总额 只剩下三千五百零四亿人民币 比去年同期暴跌33.1% 可以清楚看到脉络 学者坦诚当前利率持续升高 对于向来使用高杠杆资金链脆弱的中国房地产商来说 确实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再加上大陆当前出现衰退趋势的经济情况下 房价上涨困难 北京中央又实施限价政策 房价下不来 建商也就卖不动房屋 资金池更是进入死水一潭 对于已经被碧桂圆等房地产企业套牢的投资人来说 只能期盼北京当局介入 避免房地产企业所引发的暴雷危机持续扩大 至于其他没有入局的大陆民众 对于房地产相关领域的连番暴雷 各自抱持不同看法 学者坦言房地产市场所带来的连带效应 影响经济层面极为深重 但是在北京的 但在北京当局政治领导一切的坚持下 这场席卷中国经济与房地产市场的暴雷危机 能否及时化解恐怕并不乐观 TVBS新闻综合报道